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赛车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KZ对战GCR的即时赛比赛现场 根据规则即时赛的比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 本周赛道池中包含西部矿山一路向前 花墨下海超前基地四张赛道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抽签地图 本场KZ对战GCR的即时赛环节抽到的地图是超弦基地 本场即时赛的获胜者将获得2v2个人竞速及1v1个人竞速首途的选择权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咱先把抽到的超弦基地暂时放一下好吧 怎么说 对于我们的兄弟来说 可以的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曾经我们一度的以为对于梁老师来说 他走的路线可能是跟我们成为五毒兄弟 但是今天摇着一遍发现确实还是蛮像一个女孩子 你说的很隐晦 很隐晦 主要还是突出的一个委婉 自行领会 主要有另一位兄弟赛 下台也怕被约谈话 回到比赛 这场比赛呢 迷迷和阿诺出战到即时赛超弦基地 熟悉的赛道 他们两个人上即时赛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超弦基地怎么跑 因为上一场看了 跑了个二四 二四在《云机之星》的领域上是绝对不够的 那这两名一号位定个小目标 二一一吧 我觉得 二一一有点难 我觉得二二二点小肯定是可以 那就薄底二二小吧 对 薄底二二小 因为对于《创击基地》这张图 可能对于 也不管是二号位选手 出战都即时赛的 还是经常打solo的 可能对于《云机之星》的一些控车 平时验的都不会太多 练度肯定是没有这样上升高的 是的 但是他们得会 得会 是一线长一致 在过去两年 突如其来的机甲非常规赛道 已经为很多队伍收获到很多胜利了 走在版本前面 可能对于战术的使用 就会更加的铃骨 可能会多变一些 而这两位选手 谁能够获得今天计时赛的胜利 谁就能够成为我们常规赛 计时赛百分百胜率的选手 有些只有这一位 说到点上了 有道理 下场以后再颁个奖 发放个寿袋 常规赛 计时赛 百分百胜率选手 双云鸡 你说这个要搬这个奖吧 嗯 基数得上来才能搬吧 没有基数就 就来这一次 这一次 云一下 嗯 还是超级基地 哎呀本场比赛 对于敏敏和阿诺来说 能不能跑到一个 让我们比较惊讶的 技术赛成绩啊 来吧 来起步 来起步 凭杀 这也有明明 奥特 阿诺吧 技甲的速度 跟战药双生 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哦呦这个段空卡的快速了 而且 没有岩上 呃明明这边路线也 一点在 外 路线都很不好啊 是的 我们看了这场比赛啊 我们曾经觉得 有的时候 solo位的选手 是因为solo位更需要他 嗯 但也有可能 是确实一些二号位选手 他以他们的 即时稳定性 跑法的选择 更加适合技术赛 就即时赛不需要他们 对 就不像也挺好 但对阿诺来说 你看有一个失误 42.2 但这样也还可以 22.9还是有 刹车调整 哦这次完美了 对 点票哎 拉如快出 不然容易打滑 感觉他刚才的速度 还是有点不好控的 节奏没问题 双倍动无有 速度是对的 开始下来 哎 灯掉灯电器没断掉 但是干脆不断了 嗯 其实速度也差不了太多 哎大投票23了 23.1 3.24秒26 OK 26.4啊 这GCR这两个兄弟挺有意思的 嗯 你说可能在过去他们训练也好啊 啊包括赛场也好啊 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然后凑到一起以后 你会发现敏敏和哲仙 这两位选手都是 在2V当中 他们的跑瓦风格非常的相似 哎 对甚至在solo当中也是有一些相似性的 即时赛好像也挺像 对 solo还不得知 嗯 嗯 起码两名选手的属性还是比较搭的 solo 我看 场下折迁跑过很多次 对 就基本上你比如说 一号公路这样的赛道吧 他可能零四跑几把也不会怎么出 但是基本上八把零5.5 零5.4 就这样 这是稳 对就是稳 而且每一圈的物件选择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瑕疵 但这个瑕疵在他的视角看来 可能又是给到自己的一个容错队 啊 稳定至上 看第二次挑战 明明想要赢啊 这第二把不能输了 哎呦 在前面两个玩下来啊 都快不少 但是 中飘迷迷反超了 对 我这个点明明 开元旗不点飘也用过来啊 大家好像都是硬拐的 嗯 那点飘一下 可能路线会更好控一些 就下一个完你出完路线会更好 是的 感觉23.1这个成绩 只要是没有太大的时候 肯定是能破的 呃 先看明明单圈 嗯 4.1 有没有 有 1.98 我顺滑CWW很快 一个阶段流喷做暴力 这一次 对于明明来说 比上一局斜落好太多 还是 我硬拐 拐 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23.1的成绩 哎 眼上了 哎 还能开弹器 不过 弹射又上墙 那没了 哎呦 这个有点贴 别的还好没提死 看吧 不重要了 不拖飘的话 没有 23.1啊 嗯 23.2 最后还是一个小拖 感觉机会有 但确实不大 细节 再抓死一点 可能会有 嗯 23.0也有机会 这样的话 第二圈后来他上加带也上了稍微晚了一点 盘车路线不是特别好 嗯 嗯 那对于克加诺来说 他第一次的挑战 跑到1分23秒1的成绩 能够在这场计时赛当中胜出 是的 成为了我们本赛季常规赛 也是未来有些只有一个 唯一一个可能保持百分百分率的选手 这样他们来选手图 这场就可以选一些自己想念的 是的 不一定要选自己的抢救王者 嗯 但是想念的图有的时候 选出来也有可能暴露在场上的一个弱点 因为这两支队伍在季后赛也是要交手的 是 那所以稍微谨慎一点吧 是的 我觉得在面对到未来一定会面对到对手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去巩固一下自己的王土 看自己的王土来面对到对面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些吃力感或者不适感 就你的意见感觉还是雪黄土 就是你的意见感觉还是雪黄土 就你的意见感觉还是雪黄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